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哪個節目呢 我又來了 電車殺手特輯 看到沒有 來殺這一台Aria 開到目前為止 已經2500公里左右了 已經快比台康多了 台康交車一年多 好像3000出頭吧 這一台我要超越台康 這台才交三個月吧 有三個月嗎 搞不好還不到 有三個月嗎 每年開啊舒服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們先處理這個 我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木村拓載廣告給我放上來 為什麼木村拓載廣告 Mark會發亮 我是不是有講 我說我下一步就是要搞這件事情 所以呢 來了 從我們的乾爹買對 曾經的乾爹 好不好 一次乾爹一次請 我們這次算送的 就從這個日本啊 處理來了這個 Mark 我跟你講 長得都一樣嘛 因為我跟你講啊 原廠不理我 我跟你講 我覺得原廠啊 應該是覺得說 他如果理我的話 他們要負責任 原廠資源一定比我們豐富 講難聽一點 他們一通電話 要問日本 要問美國 要問歐洲的 尼上有可能問不到嗎 你覺得 他們那個原廠資源 這麼豐富 他如果認真要問 你覺得他問不到 怎麼讓這個量 問得到啊 對啊 搞不好他們其實 他們一定知道好不好 技術手冊哪條線 弄哪條線 哪裡保險是在哪裡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他如果教我們怎麼弄 他們可能要負責任 所以他也不想教我們 好想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自己想辦法 車友是怎樣 萬能的 我們那天我們自己把它拆開 發現呢 後面呢 有兩個針腳 台灣版本的 是空的 後來我們就到 這個日本去買 所以這次買來這個mark呢 我們這後面是有兩根針腳 台灣的一樣有這個插頭 但是缺兩根針 車上面是有插頭的 所以就是沒有針嘛 你插上去就是什麼 空包蛋嘛 所以呢 我們現在上去插上去以後 是不是就亮了 一定不會 我相信一定沒那麼簡單 保險師一定還有貓膩嘛 怎麼可以一插上去就讓你亮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放上去之後 再從保險師處理 我們這一次要多虧我們萬能的車友 葉先生對不對 他主動私訊我說 台灣已經有車友處理好了 我們只要wait就好了 呵呵呵呵呵 總是能處理的 沒有其實在這個車友私訊我們之前啊 我們已經其實已經把這個買好了 還沒有時間去翻閱國外的資料 其實這個國外資料已經有交了 只是我們無奈我們書讀不夠多 還沒有辦法及時的達成這些翻譯查閱資料 所以就放放放著 然後放到呢 這個某一天啊 葉先生很熱心就傳訊息給我 欸 我們就順利的 收集到資訊 今天就把它完成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處理下去了 Let's go 它原本裡面其實就有插一個插頭 有沒有 它原本mark這邊就有插線了 你看 有頭 但是mark上面沒有 沒有針 你看 它中間沒有針 我們先證明一下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買的 對 這是我們買的 有沒有 插上去 一樣 打下來了 好 所以我現在來處理跳線 處理跳線最難了 讓我們老媽燒掉 跳線是什麼意思喔 跳線是什麼意思喔 就跨街啊 首先它先叫我找到保險室的位置 這個 這個保險室的打開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所以它是跨這兩個 找一條線把這兩個跨上去 拍我 就這麼簡單 看會不會燒起來 從上次UX 我們挑戰大電 我們都挑戰了 這個這麼細的線 有什麼好怕的 弄起來之後 我們拖回泥桑而已嘛 觀眾們刺激了 破保就看這一次了 而且我們除了破保以外 我們還影片做紀錄 直接摩擺明就破保 管它去死了啦 為了車友的福利啦 車友也不過兩百台而已 講得好像很多 好 我去準備線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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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製作一下 插腳插腳 欸不行啦 老花眼 好不好 小小的橋接線做好了 好 那就跳吧 你拆進去了 走了 好熱啦 沒亮啊 我先關掉 小媽打炸掉 欸沒亮才可怕好不好 其實沒亮才可怕好不好 難道是我 做針頭有問題 我直接用暴力的方式 我什麼都不管啊 我就直接用線上去 那如果直接用線插 對我就直接用線插 你要先確保它會亮 對 要不然是我們買這個是 LOGO買錯嗎 不可能啊 有針腳就可以了 我沒有想要拍這個拍這麼久 來 我直接用暴力了 好不好 我們直接暴力上 就這樣插下去了 就這樣插下去了 來囉 亮了 亮了 真的嗎 欸真的欸 亮了 阿巴子阿巴子阿巴子 阿巴子阿巴子 好啦我就把它黏一黏就好了 我就這樣 不做接頭了啦 因為它附近沒有其他的插頭 我不認為會影響到別人 我確保它不會掉下來就好 而且我覺得它這是LE燈 LED燈是弱電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破線就好了 直接把那兩線接在一起就好了 對 但不要破線 車有萬歲 但是聽說後續的車 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用 為什麼 他說原廠有發現 車主在用這個東西 所以我剛剛說難怪 原廠不教我們 國外的原廠 好像有開始在慢慢做防範 這有什麼好防範的 你知道人家車燈亮會怎樣 有多少人是為了那車燈亮想買這車 真的嗎 我就試阿 我先開一下會不會亮 有喔 OKです 好 復原 一直在外殼對不對 嗯 黑框 看我的腰好傷 看我的腰好傷 看我的手痛 空間太小了 對 啊這次偷懶 我們上次拆是把 這個全部都拆下來 把這個整個上蓋板都先拆起來 那就會好用很多 那這次我們是真的偷懶 所以就整個會比較累一點點 那我們把這邊測一測 復原 然後等一下就驗收好不好 搞定了 開心了 好久沒有自己動手做了 阿呆 有沒有懷念 你也很久沒有自己動手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又再次撒鹽 哈哈哈哈 你也想說他媽的到底要撒多久 撒到什麼時候 對 到底要撒到什麼時候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已經無感了 所以證明我這個流派還是蠻有用的阿 療程有用 對 我這個療程還是蠻有用的 撒著撒著 好像也沒什麼感覺 哈哈哈哈 還不錯吧 再次謝謝這個車友 幫助我們這個完成 雖然這個是一個know how 很簡單的一個小東西 但是其實很多東西就是一點就通 我真的覺得阿 它這個前面真的就是太空曠了 真的多一個點綴整體的那個質感阿 完全就是差很多 我很興奮阿 反正我覺得這個整個亮橋 我就覺得很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有些網友好像是在美國買的 對阿我們是在日本買的 也可以分享一下美國的價錢 好不好 搞不好我們還買貴咧 不一定 那接下來我們就上路 跟大家分享我這一段時間 好 開了兩三個月吧 兩千多公里 還有一些心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路 Let's go 大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凱莉 風紀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在車目前我們已經開了2400多公里 那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2000多公里的感覺 基本上呢到目前為止我幾乎可以說是頻繁使用 非常頻繁就是每天吧 那之前我記得我們交車的時候充飽電是500對不對 後來我發現它會增加耶 為什麼會增加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它好像會依照我的那個使用的習慣啊什麼 它會擴充耶 就是後來我曾經充飽電以後變530幾公里 它去算你開車的方式 對對對 因為我其中啊 我有一段時間是 我只要一上車我就B模式 然後把那個ePindo開下去 我發現全部回充開到最強有沒有 超省電 以我正常的這樣子的一個使用行駛的方式啊 就上下班這樣開啊 假日出去吃吃飯啊 走走逛逛街什麼 我可以兩個禮拜以上才充電 很誇張 就是可以開到超過500公里以上就對了 我沒有細算啊坦白說 就是有感的充電時間延長很長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完全不開 像我現在完全都不開 就Standard的模式 我也不開Sport就Standard模式 然後也不開B檔 B檔就是這個回充檔嘛 就正常模式這樣開 順順的這樣開 我大概10天吧 10天我就差不多該充電了 差這麼多 差很多 就一樣的使用模式下 但是有一個很大壞處 我中間很大一段時間我都沒有講 突然有一天我老婆跟我講說 我怎麼覺得這台車坐越久啊 最近開始有點像雲車的感覺 因為我都從來沒有跟他講過這件事情 後來你知道什麼嗎 什麼 就是充電模式 那個時候 因為變回充太大力了 對我就跟他講說 我大概知道什麼原因 我就說好 之後我就把那個都全部關掉 那之後他就不會了 所以那個 他的那個動能回充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我都把他檔位 開到最強的狀況之下 其實坐起來是 坦白說是 滿不舒服 就即使我的腳再怎麼去 控制那個力道啊 都還是會處於一個 滿不舒服的狀況 那他實際上是非常有 有效的在回充 那也是有感的回充 但是乘坐的人會非常不舒服 這是我第一個 一個心得 那第二個心得是這個感應與刷 很多車其實都有讓我有這個感覺 但這台車也讓我有同樣的感覺 就是可能是因為我年紀大了 我覺得感應與刷 就是常常讓我覺得已經看不到了 還不刷 但你有沒有有時候開公司的車 有時候遇到這個感覺 那個阿斯傳也是這樣 我已經快看不到 已經覺得看不到 你就覺得說你為什麼還不刷 對 然後你就忍不住手動去刷它 那不如不要感應與刷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用一般間歇性的 自己調快慢 然後有時候你有沒有覺得 我已經乾了你還在刷 對阿 有阿 有對不對 有有有 我已經乾了你在那邊給我乾刷 乾刷會怎樣 會破皮嘛 傷玻璃 對嘛傷玻璃嘛 我忌忌冷冷冷冷 落花不足嘛 沒有水分一來 其實在這台車上面 我有時候也會有這種感覺 就尤其是什麼你知道嗎 下雨天進隧道 最會這樣 還不如讓我自己挑那個 間歇讓我挑速度就好 我覺得我要試感應與刷 不能成為一個配備 不如不要 要不然我老是那個感應與刷 自己在那邊 用手 欸刷囉 一直單次你知道 我自己在那邊單次你知道嗎 因為間歇又 連續又太快 然後讓它自己 跳呢又太慢 然後我自己在那邊當間歇 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就是我那時候說很喜歡的這個走道的部分 走道的部分呢 我覺得要注意的就是 你不能放太小的東西 比較危險的就是 怕會滾動到你的踏板這邊來 那真的會造成危險 可能可以放比較大的包包 對 你不能放小包包 或小隻的那個叫做雨傘 對你如果小隻很想過來 卡到你的油門啊 或煞車會危險 這點也要特別注意 大的包包可以 大的包包過來你了不起腳靠到 對你如果小的東西滾過來 你有時候會擔心去卡到你的油門 我是沒發生過啦 但是我有發現就是 你如果放一些東西 你如果有時候過彎稍微快速一點 的確它是會移動過來的 那這一點我覺得就必須要特別小心 或者是說 有些人如果你習慣在上面 放一個小小的垃圾桶啊 或什麼 你用個魔鬼站固定一下 也是OK 要不然這個東西滾動上面 可能要特別注意 還有一個我遇到的問題就是 它這個車藍牙的連接啊 音樂跟導航上面 你手機的連接啊 的那個音量上面 我不知道是我不會調整還怎樣 會突然跳很大聲 我被它嚇到超多次 比如說我這一次導航設定聲音 然後把它跳大聲對不對 嗯 我現在是上車跳音樂 忽然音樂 便爆大聲 砰 整個爆音 三次 我被它嚇到三次 我是從來沒有用過它這個啦 這個我真的用過幾次 真的坦白說不是那麼的舊手 就是它的原廠的導航 對 我有試著用過幾次 坦白說就是 我認為還是沒有那麼的方便救手 那麼好用 其他的我覺得 整體上面的體驗起來啊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跟當初試起來還是不錯 底盤還是一樣是好開 然後 隔音上面真的是整體 還是依然的不錯 底盤上面我覺得都還是 一部蠻不錯的車子 然後基本上以它的這個里程數啊 我也把它開到台中啊 來回啊都還蠻夠用的 在充電上面也沒有遇到 目前還沒有遇到什麼其他態度 啊還有一個冷氣 它的冷氣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沒有引擎的關係 沒有引擎發熱的關係 我很少遇到泥桑的冷度這麼冷 泥桑的冷氣 沒有讓我覺得這麼冷過 但凡你開個22、23度 你會感冒 很難得這樣啊 就是 夏天 連夏天都吹到會冷 難得一台車 Nissan讓我吹到會冷 不過我發現是不是 不是 應該不是電動車 因為我那台保時捷就沒那麼冷 這是保時捷的問題 那是保時捷的問題 上次我們去林口 保時捷的其實真的不冷 不冷啊 對啊 好反正整體啊 我覺得這台車開到目前啊 已經越開越習慣了 所以有時候想要 想說要換個口味開別台車 目前還沒有找到理由 換一台代步車 還真不知道要換什麼車開 雖然目前暫時還是一直使用當中 空間各方面 後車廂我們的使用都還不錯 椅子坐起來還是一樣還滿舒服的 除了老闆娘中間 因為我給人家攤那個扣電 我覺得開電動車開久了都會有那種 想要搶的那種心態你知道 哈哈哈哈 就跟那時候我們一代利服在開的時候 想看那個花有沒有 我記得是花是不是 花吧 花是葉子 好像是葉子吧 我印象中我們那時候 就是對 反正就是想搶嘛 這邊逼然後一撇頭就開下去 我偷到緊繃 我本來以為我的腳可以控制到我老婆不發現這樣 其實我沒想到他默默在暈車 好啦今天剛好趁著這一次呢 小搞搞這個mark 欸這個mark亮起來 我這樣整個開起來 雖然我看不到 但我整個開起來就覺得 蛤我是很帥 好啦趁著這次小搞搞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到目前為止的心得 後續如果還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 再繼續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那喜歡我們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不要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耶 因為那個副村鋪在那個停車前後那個 我們可以嗎 幹 那太高階了啦 那個我覺得應該做不到 那個缺的東西可能很多 哈哈哈哈 怎麼會軟體鞋鞋 不知道有沒有 那個就很難 但是你要改個Nismo套件 要不然你去那個啊 加入這個俱樂部裡面賣服 哇燈亮很帥 他確定以為還在亮呢 有啦 我幫你去看 你去看 有吧 有啦 有啦 爽啦 漂亮啦 報名最佳手作了啦 我這次做評審人 那最佳手作 都是什麼福利連 不是福利雄耶 福利連那 你知道嗎 什麼水箭泡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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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幾個百隻 射出那個 所以我們這個不要報啦 不要報是不是 我們這是要跟人手作什麼 如果等一下失敗 可以報個 最佳繞 一點砰冒煙 繞賽 對對對 把車弄壞 我跟你講喔 我們公司都這樣 你買再好的工具有沒有 到最後都會變這樣 你知道這個工具爛在哪裡嗎 它變巨尺狀 對它變巨尺狀的 就它本來只有一個圓圈可以撥線 你知道嗎 那它變成每個地方都可以撥線 很棒啊 但永遠切不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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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